原标题,《截爱千岁大人的初恋结局》揭秘小说最后贺兰静廷失忆了最近,由黄景瑜和宋倩主演的网剧,《截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正在热播中,《截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,此剧已经上线变好评。 从开播到现在还不到一周,一直保持超高热度,竟上升至微博电视剧话题榜首位豆瓣评分7.3分,领先其他国产剧评分,但这部剧却只有25集,究竟最终结局如何?《截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改编自时定揉索的小说《截爱一刻逢欢》,讲述平凡善良的社保实习生官皮皮,邂逅神秘深情的胡族, 又寄思贺兰静庭后的纠缠几生几世的爱情故事。 在该剧中,黄景瑜饰演的是神秘深情的胡族,又寄思贺兰静庭,他已花卫时,热爱月光玉,白天双目失明,夜晚失离极佳,每分钟心跳只有三下。 宋谦诗言的实习记者官皮皮,接到一项是官转正的特殊任务,采访文物专家贺兰静庭,这位神秘莫测的玉学泰斗,此前从不是人,为了攻克他,皮皮想尽办法,却被他匪夷所思的生活习惯给惊到。 该剧改编自施定柔所著小说《劫爱一颗逢欢》,原著小说一共有四部,至于剧本有几部还带官方消息的公布,《劫爱一颗逢欢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,最后贺兰静庭没有死,跟官皮皮重逢了,但贺兰静庭却忘记了官皮皮是谁,这样的结局很多读者表示无法接受,不过作者或许因为这个故事还不够圆满,选,翟了写下了第二部。 也就是《劫爱一颗逢欢》的续篇番外《劫爱西然主照》,在《劫爱西然主照》讲述了四年后,官皮皮与诗意的贺兰静庭重逢,他开始怀疑这个贺兰静庭并不是诗意了,而是被人冒名顶替,为了寻找真相,救回真正的贺兰静庭,他决定与眼前的贺兰静庭合作,随他前往湖族的聚居地序龙谱,可他们却先来到了沙兰一片曾经属于湖族, 现在却被五大郎族占领的土地,在这片土地上,皮皮几经生死,对贺兰静庭的感情是爱恨交织,也对是否要相信自己的直觉,产生了怀疑不知道电视版要采取哪一种结局。